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体能都开始下降 体重开始增加 这好像是每个人都会经历到这个阶段 我说这应该 我应该能够做点什么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说做个什么运动最方便呢 那么就是跑步是最方便了 另外一个让我想要锻炼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那个时候人到中年以后呢 身体上有很多地方也出现了一些 就好像是就是减退的方面 一个最重要的例子就好比说乞丐 我心想我说我一定要就是要锻炼锻炼是吧 从那个锻炼体能这方面来改进 每天大概就是开始 在最开始大概每天就是早上一个一个脉 那么这样慢慢就增加 就是增加了我当时就增加到到 跑的好像是一天跑两次我就开始的时候 就早上一次晚上一次大概增加到四五个脉 那么就是我女儿就说你这么跑你这么serious 那你还不如就去试试马拉松 我说那行那我就开始就是试试看吧 所以就08年的时候我就就是报了那个费城那个马拉松 所以邱老师先跟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马拉松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 它的赛程是怎么样的 马拉松就是因为它那个马拉松的那个路程的 距离的话都是26.2 miles 就是大概就是42.1公里吧 42公里 对42公里 那么就是一般的就是有很多城市都举办马拉松 在美国的话它那个organized的比较好 它就是就是是根据你报名和你原来的成绩的时间 分批出发的就是跑得快的跑得快的先出发 那个跑得慢的就是后面出发 这个没理解了就是你总不会就是跑得快的超过别人的时候 就是你就超过那个道路堵塞嘛 嗯 那么就是所以呢就第一次的就是我就还有点hold back 那么就是第一次的还跑得还我觉得还不错 就是别人说你跑能够跑四个小时以内第一次就是很不错了 一般的情况下跑完马拉松需要多久呢 那么基本上像我这个时间呢就是一般都在percentile 是在80percentile 就75以上吧就可以保守的说 就是您比75%至少的 对 但是75%的人要跑得快 对就是所有年龄那是包括所有年龄单 那08年您开始跑的马拉松 当时您是多大 当时是08年应该是应该是五十一岁了吧 应该是五十五十一五十一五十岁的以上 当时开始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这个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怎么开始来这个年龄来挑战这样一个事情 开始所以这第一次好像就觉得就是 还有点就是要有点保守嘛 开始就不敢跑得太快嘛 就是第一次的时候 但是跑过了一次以后就觉得哎 还行 所以我第二年就是09年我又继续到费城去 像费城这种比较小一点的这个马拉松的话呢 就是基本上你要去报名就可以参加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原因就是 费城它那个起跑比较早 因为费城 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我又有两年没去跑了 原来它都大概七点钟就开始起跑 因为对我这个起的早的人就比较 比较比较合适 你像那个14年 就是去年在那个波士顿的话 那我那个成绩要稍微要四个小时了 就是因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去年你起跑的时间是十点半 嗯 你想你头一天要去那儿 找个喉叨住着 你这喉叨你还不一定住的习惯 然后就是像我们这起得早的 大概就是三点钟钟 四点钟就起来了 那么你到了一直要折腾到十点半 你才开始起跑 半天都过去了 那时候已经困了 对呀你半天都过去了 对 嗯 所以这个 所以就是好像这跑马拉松 我就觉得就是一个就是 你要找的一个地方 可能时间啊 什么你比较 特别是你要想qualify 得到好的时间 你就找一个local的啊 而且这种都比较适合你自己的 嗯 而且local的你还可以自己 去看看那个course 你就自己比较熟悉 对 您在小的时候青年的时候 您是一个特别爱动爱运动的人吗 呃这么说吧 就是我在从我这个从那个年轻的 一直年轻时代的话 我就是是属于一个比较active 就是嗯 倒不是说有特长 倒不是说运动有特长 打个比方就是我在读大学的时候 在武汉大学 那个基本上每年的那个 呃那个系里的运动会我是参加的 嗯 参加也好像基本上项目也都是 就是跟跑步有关系的 好比说一千五啊三千啊五千米 嗯 但是就是在系里头从来没拿过名次的 就是是没有一点运动特长 我就说了就 我所以我就一直在说就是 这个马拉松这个事情呢 就是像在美国也是很 就是很普及 大家都是作为一种锻炼身体的一种方式 是 我就觉得是马拉松就好像听起来很可怕 但是就是实际上人人都可以跑 我觉得是人人都可以跑 有很多观念 我们自己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好比说很多人都是我这听了很多很多了 就都说哎呀你跑跑长跑 是 对乞丐肯定是有磨绳 那这个这个 他说我也我也我跑过几天以后 我乞丐疼我就不敢跑了 你首先要 告诉我你有什么科学的那个 证明这个跑步是肯定那个 乞丐会磨绳 我说你不要给我个例 你不要说呀呀谁谁 好像他跑步跑了十几年以后 什么换了乞丐 怎么我说的个案在科学上 个案都是没有意义的 你一定要有个统计的统计数据 统计数据 统计的对比 我说你至少给我一个 Double Blind 统计的一个study 对吧 那么就是 然后就是另外一个 我说的就是 乞丐 你感觉到乞丐好比说 酸疼什么的跑步 我说的正常的 正常 你这个东西 我就说有很多东西是 我们有这个功能 你要不用它 它就会退化 那么就是你要用它 它就是会更增强 它的这个 这方面的功能 但是就是 一般的来说 你如果只要是 以科学的办法去训练的话 而且就是 在英文脑来说就是 Listen to your body 那么就一般应该是 不会有这个身体伤害 所以您并不赞同 就是 为了防止身体的磨损 就不去运动 这样的说法 对 我觉得这个好像是没有 至少 至少到现在就是 没有人能告诉我 任何科学依据 所以观众朋友看到了 化学博士生物学的专家 告诉大家 在这里 这个并没有科学依据 所以您如果对 跑马拉松 对运动有兴趣 就放心大胆的去做吧 那我还是很好奇 就是在 您的个例上 您跑完 就是 开始养成 跑马拉松的习惯 之后 膝盖的情况有好转吗 我现在至少就是 我说我跑步 跑马拉松 没什么问题 我日常的活动 是没什么问题 而且就是 我也现在就基本上是 没有那种症状 就是说下雨天了 或者上楼啊 就是膝盖就会疼了 已经没有那个症状了 对 那么没这个症状呢 我也一直来跟同事们解释 有人说 哎呀你跑马拉松 肯定是把这个冠军炎治好了 我说呢 这我也不相信 我说这个很难说的就是 他能够把冠军炎治好 我说但是呢 我的感觉就是好得多的话呢 我说可能有三个因素 一个因素呢 就是你那个体能增加了嘛 你那个肌肉的一个强的肌肉的一个都 much stronger 对吧 所以呢就是他 你这个肌肉周围的肌肉就是 厚的这个 你的你的关节就好得多 就是有更强的支撑了 对就是你那个对关节的一个冲击力就小得多 这是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了 运动以后我的体重减了20多磅 哦 那么就是了 我说这个肯定对你的肌关节的话 那个影响要明显的多 第三个就是我就说了就是 你要经常的运动的话 你对那个疼痛的疼痛的那个 那个tolerance 就是那个tolerance 疼痛是个有很大的因素 是一个就是mindset 心理作用 对心理作用很大 这个成分很大 那么你对疼痛的那个tolerance 要好得多 要高得多 那么统计好比就是说 你有两组人员 两组人员 有一组人员是给的是空白 就是给的 好比糖一片 有一组人员是给的那个 真正的这个药 然后就是看他们的 然后就是看他们这个 在一定的时间内 就看他们的有效性和副作用 而且这个给药的 这些所谓的double blind 就是这个病人自己不知道 他是吃的是空白 还是吃的是那个药 是 给他们药的人也不知道 医生给他们吃的也不知道 那么就是我就说的这个意思就是 有的止疼药的话 他那个空白的也有效 吃了空白的人也说 我这个止疼的很有效果 而直播他就比他那个吃药的这些效果 要百分比 就统计上的百分比 要稍微小一点 你有没有觉得 来美国之后 饮食有很大的变化 饮食好像是 我是这样的就是有两点 就是一点的就是有的 很多同事或者朋友 往来老的说 就说我不能运动 我一运动呢 我就反而真体重 不减体重 我说的这有两点 我说一个呢就是可能呢 就是你的运动量不够 另外一个呢就是呢 你那个运动量呢 刚刚呢就达到了 就是增加了你的那个 你的胃口 我就是基本上就是呢 我是运动在真正运动 但是我从来就是没有那个 就是没有说我要吃的比运动 没运动的时候还吃的更多 你跑步的话 我说你要跑步 每天跑20分钟 我说你一点作用都还没到 有的人说我要减体重 我说的还没到时候呢 你都是全是都用你的糖原 糖代谢 那么糖代谢用完了以后 那么这个时候 你做的血液中的血糖就会下降 那么这个时候你血糖下降 才你就是感觉到饥饿的时候 对 感觉到饥饿的时候 你糖尔的血液中间 那个叫做Lipase 应该叫直水减酶 这种开始上升 这种上升以后 你的整个身体能量的代谢 供应过程 就叫做我们叫做switch了 就是改变了 它就改变了脂代谢 这个时候就开始代谢你的脂肪 那么就是你要有了这个概念以后 我就说你每天好比说 到了11点钟12点钟 你感觉肚子饿了 或者到了晚上 9点钟10点钟 你感觉肚子饿了 你应该想到这个正常的 你别在晚上10点钟了 你感觉到饿了 就马上去吃 你实在感觉到饿了 我说喝点水 出去走一圈就好了 那这样身体不会饿出问题吗 你只要你的体重是 别人老问我的这个问题就是说 说你这个运动量这么大 你又吃的不多 你说这是不是有问题 你的能量哪来 我说你只要计算一个就知道了 你的体重没有减少 你没有体重没有持续减少 就说明你能量够了 那现在我还想再多跟您聊一下 您的参加了比赛的经历 我现在手上的单子 您参加过15次的马拉松的比赛 有美国的城市 我看也有中国的城市 对 您是就是怎么样会想到去回中国去参加马拉松的 因为我是经常就是 我经常每年也回国一两次嘛 那么就有时候就是我要回国的话 正好碰到那个时候 你像第一次我第一次参加是上海马拉松 正好那一年呢 我就准备是大概就是11月12月回上海 但是他们就告诉我就说 上海是那年是上海通常是10月底马拉松 但是那一年他是为什么推迟了一个星期 就12月初 那挺冷的时候了上海 在中国好像比这点 上海的天气比这点稍微暖和一点 稍微暖和一点 对 我说那行 我说每次我就注意着了 我说每次我要回国的话 那我就基本上调节一下时间 如果它正好那儿有什么比较有名的马拉松 你看上海马拉松是比较有名的 然后北京马拉松 然后还有一个夏武马拉松 然后大连 大连正好是我那一年到大连有事 他们就说 大连有个马拉松 我说那行 我说我那我就 顺便就把大连马拉松去跑一下子 能跟我谈一谈 就是在不同的城市跑马拉松 有什么样的感觉吗 那么我就觉得就是了 中国马拉松现在组织的越来越好 但是在中国马拉松就有一个很大的 我就觉得有一个很大的改进的地方 可改进的地方 就是你像这个 特别像在纽约 或者在中国 在这种比较大的马拉松 人比较多的 他都是分批一起跑的 那么这样的好的 他也先面跑的 前面跑的都是跑的快点 所以你这总不会有冲突 在中国的就是随便 大家一起 大家一起 所以你就想想 就是在中国 你很难就是跑出你的 你要想时间上 要跑出一点好的时间 是比较难的 所以就开始十几分钟 你就根本别想跑 是因为太挤了吗 对啊 对啊 你像那个第一届 我就很感觉 感受很深在上海就是 上海是在南京路里 那个叫做四季广场 四季广场 那个广场稍微宽一点 所以人大家都挤在那 然后他一跑出去 就是到了南京路 就是一个窄路 是 就挖啊 就挤在那里 就大家就通过了路口 就挤进去都要 十几分钟就没了 所以你这样的话 你就是很难就是 跑出一个比较好的时间 另外一个在中国呢 就是在美国所有的马拉松 都基本上是在十八卖左右 他就会给 就会有人提供那个 叫做 就是能量那个Jil 哦 他会给你补充一些 对 Jil 有时候我刚开始 跑马拉松 都自己都不带 都想到到十八卖 就行了 是 但中国没有 所以就好的最后 大家都觉得 很累 就觉得就能量 就是 没能量了嘛 是 对这两点我觉得 好像是 至少在中国的马拉松 可以改进的 其他的好像不同城市 不同马拉松 都 都有不同的风景了 你想 在北京 先从长安街 从那个 人民那个 天风广场 那个 那个 毛主席纪念堂的旁边 出发 通过长安街 这么跑出去 然后就跑到那个奥运 那个奥运村那边 是 周围的风景也都挺好看的 大连是在那个 叫做 叫做 金沙湾吧 是在 海边 对海边 虾门也是在海边 虾门也是在海边 然后就是 上海 上海也是 应该从南京路出发 然后最后是 跑到那个 浦东那边 那个叫 一个什么 体育场 所以这 反正不同的地方就是 都可以 享受 它那个 就是它那个沿路的风景吧 我觉得还挺好的 是 这也是一个 参加瓦拉松的乐趣 在不同的城市 对啊 能看到不同的风景 对啊 像在纽约也是啊 纽约是 基本上 把这五个城区都跑过了 对 它起跑是在那个 Stand Island 那个桥头嘛 那个 Walala Bridge 这个桥头出发 就是Stand Island 上有了 然后就跑过那个什么 Brooklyn 对 然后就Queens 然后再过来是Bruns 然后再下来就是 到了曼海顿 那经过这么多城市 您有没有非常难忘的经历 或者说这些 跑的过程中 有什么有意思的故事吗 对啊 这个我 有很多 好像这个一说起来 都应该是算是 Historical的 那个经历是吧 你像波士顿那个 13年的波士顿 那个BOM 所以你参加了那一次马拉松 我参加那一次马拉松 我是刚刚跑过那个Felich Line 大概就是你那个爆炸的现场 大概100米都不到 天哪 对 我正好在我们再取衣服回来嘛 因为我们存了衣服 然后把衣服取回来 所以你没有受伤吧 没有 因为我们还有100米外 对 然后就是 然后就首先第一声就是爆炸响了 我们都回头我们说 怎么回事刚刚说完怎么回事 第二声就想了 我们说哎呀 这一定是炸弹 然后因为旁边警察的很多嘛 你警察那个队长机 马上就哇哇就是 就是想起来了 我们就问警察 怎么回事 警察说 Keep going Keep going 当时你已经跑完了 对我们已经跑完了 我们就跑完了 对 所以就是 所以我们就Keep going的话 他因为他这个 他那个跑完的终点以后 都是一个方向出去的嘛 对 警察是为了不让你 在停留的话堵住了嘛 对 就往外边Keep going Keep going 我们出来以后 就马上就下到那个地铁的一个站 嗯 因为一般的你要是树山 你还叫做地铁站嘛 我们下去以后 地铁关掉了 所以我们再一回头 再一到地面上呢 就是完全地面的景象 跟我们几分钟下去的时候 景象就完全不一样了 就到处是那个什么救护车啊 警车啊 什么哇都是 都是你看的 就完全是一种那个 Kaos的一个场面了 天哪 对 但是这样的恐怖事件 还是没有停止你跑马拉松的脚步 还是在继续参加 没有 那个当然是没有了 所以就是14年我又去了 对 14年我又回到波士顿 对 就因为上波士顿通常是 它是限制人数是27000人好像是 到了第二年因为就反而有更多人要去回去再跑 哦 所以它第二年好像是35000多人 哪怕有一些灾难发生 我们还是要保持极乐观的心情 对 还是该运动的还是要来运动 对 就是lifestyle 就是不能让这些事情就是 来change your lifestyle 是吧 而且大家也是在灾难发生之后 第二年还会再回去来纪念这个事情 对 所以跑马拉松也是一些 缅怀一些过去的事情的一个好的方式 对 没错 然后能再给我们谈谈 跑了这么多次马拉松之后 给您的生活 您的 包括工作情况 身体 包括对身边的朋友 家人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或改变 我觉得就是 改变 我觉得改变很多 有的 有很多朋友就老都说 哎呀 就是我们读过什么文章 说是吧 这个你们这个 常跑的人上瘾 是吧 就是跟吃了腰样子害了 所以就是 你这为什么不跑不行 我说到我倒没感觉到这一点 但是我感觉的一点就是 跑步有很多好处 你要体会到这些好处以后 你然后就不会放弃 我就觉得就是自己这个 更加 有活力 对 更加有活力 就是一般你好比说 我上班啊 或者干什么 就是 别人说你这起这么早 怎么不困了 我说 我说好像是 就是感觉自己就是好像更有 更有那个 更Active吧 您告诉一下大家就是 您的作息是什么样的 起多早 然后什么时候睡 我一般大概是 四点半到五点钟起来吧 你就看 因为夏天可能大概四点半就起来了 冬天大概五点钟起来 起来以后就 对起来我一般起的比较早 因为我是这么想的就是 你有很多人就说很难坚持 一个运动跑步是吧 我说的就是 你如果把它放入第一天的第一件事 起床就把它办了 那么这种你就不要容易坚持 然后一天这样子工作 然后跑步 处理完生活的琐事 您几点钟休息呢 一般我休息 大概就是在十点到十点半左右吧 十点半左右对 所以还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休息 不是说特别早 但是你起得非常早 这样子加上这么强的运动量 还是没有觉得非常累 还是觉得更有活力了 对我觉得好像是就是 现在就是觉得就是更能力 另外一个就是 有很多小的 原来我就很多 试验的小的问题的话 我现在都没了 那个小的问题就是 举个例子就是说 很多人可能也会 经历过 就是好比说特别在秋季 我觉得好比特别秋季 就是那个嘴角溃痒啊 什么东西 那个口腔里溃痒啊 是 而且一般溃痒就是很难好 一般都take one week or two weeks 对 to cure 我说现在就没这个事 是吗 对现在就从来没这个事 所以这样的话 这有很多 我觉得有很多那个 很多那个小的这个benefit 你要提过的 感觉是 跑步让你的整个的身体素质 都有所提高 对 对 那么就是这种 这种好处你要体会 到了以后的就是 你就会坚持下去 对 那可能我们的观众朋友啊 也有很多 也想要开始马拉松 但是有各种各样的顾虑 或者有很多不了解的事情 能不能给有兴趣参加的朋友一些建议 如果他们想参加马拉松 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最主要的一个建议就是 现在开始 从循序渐进 就是你开始跑步 跑步呢就是 好比说肌肉痠疼啊 或者乞丐有些感觉不一样啊 这都正常 但是呢就是你要 大家就是说也不是说 就是盲目的就是说没问题 那么就是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最简单的一个测量方法就是什么呢 就是好比说你早上起来 你觉得乞丐有点痠疼 那么你就出去慢慢跑 你要跑了好比说十分钟以后 你就觉得没什么疼疼了 你可以继续跑下去 那么就是你就我就觉得 你就可以继续跑下去 但是你可以减低你的营充量 减低一点 减低一点 然后就过一个星期以后 你觉得是没什么问题了 你然后再慢慢增加回去 另外一个就是 你吃的就是你所有的饮食的话 最好能保持你的正常饮食 你只要能够保持你的体重没有变化 你就说明你的能量足够了 是 而且观众朋友们可以看 邱老师的他的 开始的时候已经是50多岁了 所以也不要担心 因为你的年龄 因为你的工作 跟这个运动好像不太相关 有这个担心其实没有必要 是吧 对 然后希望您可以继续的 把这个运动的这个习惯保持下去 然后非常感谢您今天来 我们做个乔保和大家分享 您跑马拉松的经历 非常谢谢您 谢谢您 这是一定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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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